各位車室文化的讀者大家好 一周車室又到了小夜午的值班時間 本周車室發生哪些大事 趁著燕秋姐姐說的中國駕駛器 放下你也罵掌 這位來天啊看賣 真子丹都打得過泰森一小博 他當然沒有不可 連續兩年後的引擎炸成 連續1.2天PureTech的引擎有多厲害 我們就從208、2008還有308身上來看賣 小排氣量渦輪引擎不能滿足你 那就來看看S5 X-Drive401 不止渦輪汽油引擎 還多了個油電動力 每公升可以放22.6公里的油耗告訴你 SUV附近都是耗油的格西哦 看著燕爐C-Class賣到不行 奧迪Apo當然也要加入戰局啊 年輕Apo一直都還沒看到 就先推出個動毒先驅升級專案 到底動的是什麼毒 新的是什麼機 偷偷告訴你秘密解析 給你一點點 可是燕爐就是奧迪 Depenade可是有意見哦 Depenade全新Q-30 雖然留著賓士E-Class的隨意張 換了Logo造型 價格就可以從139萬元起 寶寶認為他很便宜 寶寶不說 對啦一百多萬太貴你 大家看看鳥人機車總行了吧 今年換入52歲的Tim Cole光陽劇 都辦了個盛大慶政會 不僅發展AK550 旗艦大洋還找了鳳小月與徐瑋霖 來代言全新Romeo這裡 哦Romeo 阿外獨立耶 更多新聞對面 請上科技文化網站